风力发电一直是绿能发电的主流 目前欧洲是全球离岸风电装置最多的地区 美国和印度近年来也是需求强劲 而在未来的预测中 亚洲将会是风电的主要市场 台湾海峡更是在全球风场评比中 获得相当优异的肯定 来到丹麦的哥本哈根 不停运转的风力发电机 为人类提供干净能源 经过多年发展 风力发电已经成为绿能发电的主角之一 欧洲更是全球离岸风电装置最多的地区 其中又以英国 丹麦和德国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世界各国正在缩减对风电的补贴 使得离岸风电装置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不过这对欧洲两大领导厂商丹麦的维特斯 以及德国与西班牙合并的西门子哥美萨来说 似乎没有太大影响 维特斯的订单依然满载 美国和印度的强劲需求 也使得西门子哥美萨的销售增加了12% 达到26亿欧元 产业报告显示 未来五年全球风电装置容量将增长一半以上 研究机构预测 亚洲将是未来风电的主要市场 在国际工程顾问公司2014年的研究中 世界上风况最好的前20处观测地 台湾海峡就包办了16处 2010年美国太空总署也曾调查发现 彰化外海是全球罕见的优质风场 随着季节交替的东北季风与西南季风 为台湾的风电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金桃尔电视言恩杰综合报道